后疫情时代,感觉每个月都是适合旅游的日子 近期,CNN发布一则有趣的新闻报告 这个国家拥有193个免签国,位居世界第一 究竟是哪一国?一起跟小编看一下吧 根据伦敦投资移民咨询公司Henry & Partners 最新一季度报告显示 全球旅游自由度前三名国家都是在亚洲 其中,位居第一的是日本独占凹投 拥有193个免签国 同时一举创下史上最高纪录 被大家称为地表最强护照 其次是大家都不意外的新加坡和韩国 位居并列第二,拥有192个免签国 并列第三名的是欧洲的德国以及西班牙 拥有190国的免签 再往下,同样是欧洲国家 拥有189国免签资格的芬兰 意大利和鲁森堡 接下来是拥有188国免签签的国家 分别是奥地利、丹麦、荷兰和瑞典 而法国、爱尔兰、葡萄牙及英国紧缀起后 拥有187个免签国资格 接下来的梯队就是以美国为首的186国免签资格护照 分别还有比利时、新西兰、挪威和瑞士 这么一看,世界第一大国美利坚 跟这些欧洲国家比 护照认可度还是稍显乏力啊 接下来被入选榜单的国家 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共和国 希腊、马尔他、匈牙利、立陶宛、波兰和斯洛伐克 通过以上榜单我们不难发现 除了日韩、新加坡拿下前三席位外 其余上榜的国家均为欧美 而非洲国家更是无一在榜 但接下来的全球最惨护照排名 就有不少非洲及中东国家 我们来快速看一看 首先是大家熟知的北韩 也就是朝鲜 仅有40个免签国资格 相信大家对此也并不意外 接下来是尼泊尔和巴勒斯坦 38个免签国 接下来就是以海盗猖獗而被受关注的索马里 35个免签国 然后是也门 34个免签国 再往下就是巴基斯坦 32个免签国 紧随其后的是叙利亚 30个免签国 倒数第二的则是伊拉克 29个免签国资格 排名倒数第一的 想必大家也能猜出个大概 没错 就是常年战乱的阿富汗 该国护照仅有27个国家的免签资格 实在是大邪的惨 最后大家知道 中国护照有多少个免签国家待遇吗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总共有73个国家对中国护照持有日开放免签 以及落地签资格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免签及落地签 还不完全一样 尤其是某些国家对落地签 还有一定的先决条件限制 所以大家在出行前 还是要仔细查询各国的具体要求 最后还有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随着疫情逐渐好转 更多人接种了疫苗 在9月7号 拥有最多免签国日本 宣布重新开放自由行 本次旅游放宽了什么条件 获得自由行签证需要哪些条件 小编给大家总结分享 目前日本开放的自由行 不算真正自由行 旅行者需要在日本指定承认的旅行社 预定旅行的配套 包括航班以及所有的住宿 跟之前相比 放宽了旅游行程 不需要预定完整的导游服务 只要下榻到旅行社商定的住宿行程即可 虽然住宿行程变得没有那么自由 但是相对来讲比之前放宽了很多 除此之外 日本放宽了每日入境上限人数 从每日2万人放宽到每日5万人 抵达前也不需要进行额外的核酸检测 抵达后不需要进行单独隔离 此外 前往日本旅游的乘客还需要满足以下三点 一 旅行前至少接种三次疫苗 或者接受PCR测试结果为阴性 二 抵达日本后 遵守当地COVID协定 保持社交距离 在密封空间 如室内 公共交通 戴口罩 三 所属地区为低风险国家 目前有100个国家 包括中国大陆 台湾和美国 除了日本 相信之后 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逐渐放宽入境政策 小伙伴们想好去哪里旅游了吗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